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2届会议目前正在日内瓦召开 中国人权律师郭飞雄的妻子张青 于6月23日透过人权团体向大会发表声明 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仍在狱中进行绝食抗议的郭飞雄的处境 我们现在就连线张青女士来谈谈她的想法 张女士你好 你好 那么您这次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2届会议发表的这份声明 主要表达了哪些诉求呢 这个主要是表达了这个希望这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和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 他们能够公开的大声的呼吁这个郭飞雄的案子 然后当然也有这个中国的这个所有的人权的 现在的倒退的这种状态 然后呢就是呼吁这个希望他们能呼吁 让中国政府让郭飞雄能够这个释放郭飞雄 能够以便于得到这个外部的独立的这个医疗 避免它成为这个因为在军医之中 缺少医疗成为第二个调顺利 这就是我们自己呼吁 张静女士我们知道您此前也曾经有致信给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那么那些信是否有收到回音呢目前为止 对我们有收到 他有从email跟我们有回信 他就是说他们是在做一些努力 他会他这样说了 那么如今一些人权团体和活动人士在质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越来越多的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 那么在推动中国的人权事业上 一些问题上行动力不足 那么您是否也有这方面的担忧呢 是的确是有这样的担忧 我跟这个联合国这个人权高级专员写了两重信 当然他是有说他们在做努力 但是呢这一次的这个人权的会议 就是在6月13号召开会议上 这个高级专员是有发言的 因为我是非常留心这个 看到他的这个发言里面是呼吁这个中国政府能够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当然我们很欢迎他有这样的发言 但是呢他就郭飞雄的案子来讲的话 他是没有直接提到郭飞雄的案子 对我认为这个可能跟他们受到一定的压力也有关系 那么张千女士郭飞雄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呢 您有所了解吗 对他现在身体状况就是因为在监狱里面这个的遭受侮辱 然后遭受持续性的侮辱以后呢 他现在在开始他已经决食46天 他的身体状况是很糟糕 但是呢他的姐姐在上个星期的时候要求会见 在那里等了三天的时间都没有给他直接见到他的本人 所以呢这个对他的这种身体的具体的状况 我们还不了解不是说了解的特别的细致 只是说他体重估计是降到了一百年几斤的样子 但是呢这个说这个的时候还是更早一点的时候 所以呢现在的状况我们还不晓得 当时的时候我们监狱方不给他的姐姐见他 我相信一个原因就是说他的状况比较差 他不想让他的姐姐看到了以后 然后把这些他的身体的这种比较热烈的状况 告诉给公众 所以我们对他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是非常的担忧 很希望这个国际社会这个媒体能够多多的报道这件事情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案子 而且很有代表性 并且呢就是非常的这个紧急的一种状态 这种我们是非常的希望他能够得到独立的医疗 因为在监狱里面他得不到独立的医疗 而且被当局利用这种医疗的机会来这个进一步的加害他 进一步的伤害他和侮辱他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郭飞雄在狱中的情况 谢谢张千女士在美国德克萨斯州 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